本來這個表演是半年前做的 它停了 停了 我也停了 我就停了在這裏 其實上半年的事情 其實現在剛剛好 就移到下半年 終於等到今天 終於過了半年之後 可以再一起排戲 一起見觀眾 我想是大家 整個團隊都期待已久的一件事 很好的 其實我覺得也不幸中的大幸 因為隔了半年 上次我們其實已經排好了 但是經過半年的沉澱之後 我覺得大家對於戲 對於角色 例如芷華好愛也好 或者其他演員也好 或者導演也好 都有一些新的體會 很慶幸可以有這個機會去沉澱 當我們雖然這次排的時間很短 但是我們都有更進一步的改善 大家都對於角色的深化 對於整個演繹的大家的體會 我覺得這個是幸運的其中一環 希望觀眾今次看到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是一個 很好可以給他們享受的一個演出 其實這個戲真的不簡單 雖然不是一個人支持 整個團隊 但主要都是我和芷華 其實我們做完之後 都覺得 真的要花功夫花氣力 因為整個戲差不多 我們現在接近三個小時 而且整個戲的進程 好像沒有什麼發生 然後慢慢發展到很激烈的 一個兩兄弟之間的爭鬥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的體力 或者表演的要求 都是一個考驗 絕對是 希望我們可以好好地發揮 還有可以保持狀態 身體健康地去經歷這四十場的演出 我不敢給自己分 真的 我想留給觀眾 但是和芷華合作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 很享受的過程 因為其實這次真的是第一次的合作 過往大家在各自的崗位裡面 我想都經歷了很多年 很多不同的演出的經驗 大家都有一定的 對自己的演藝事業 都有一定的追求 去到這次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遇到一個這麼好的對手 我覺得是難得的 而且有一個這麼紮實的團隊 去支持整件事 演員啊 團隊啊 都令到我們大家 在工作過程裡面很順利 很慶幸 可以遇到這一班演員 遇到志華 這個 煲湯就比較少一點 因為我們吃的東西 都比較輕巧一點 簡單一點 但是她已經擺定 安樂椅在廳裡 我一回去 就可以睡下去 就可以洗澡了 這個 因為她都知道 是真的辛苦 所以我一回去 我都會很累 她都會很幫忙